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以非常神奇的偶然而出道的酒味爱豆们 第一,Infinity 曾gyu 高中毕业后 为了当歌手独自一个人来到首尔的曾gyu 白天都是在咖啡厅打工 晚上练习 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 咖啡厅店长对一位客人说了 曾gyu正在准备当歌手 这位客人就问了曾gyu 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曾gyu回答说 喜欢Ner 真的是命运捉弄人 这位客人竟然是Ner的经纪人 经纪人给了曾gyu来试镜的机会 而当时曾gyu觉得 就算不能通过试镜 应该也能拿到Ner的签名专辑 所以就参加了试镜 就在这个试镜之后 曾gyu以Infinity的队长出道了 第二,Newist JR 有一天 Platys的星探做梦梦到了 JR就读的江宁中学 所以第二天 星探就亲自去了那所学校 结果在学校前面 看到了放学回家的JR 星探觉得 这个男孩就是梦中注定的那个孩子 马上就向前给了JR名片 问他想不想当艺人 回家后 JR把这段事情说给了父母亲天 但是父母亲怀疑可能是诈骗 就拒绝了星探 第二天 被拒绝的星探又从首尔跑到江源道后 说服JR的父母亲说 自己在梦里梦见了JR 绝对不是诈骗 请相信自己 结果JR的母亲被星探的真心打动 就这样让儿子成为Platys的练习生 最终以Newist出道了 第三 小时候视力非常不好的康敏 从小开始就戴了眼镜 所以眼睛也看起来很小 长相也没有让人觉得很特别 但是有一天 就那么一天 康敏戴着隐形眼睛 去看了一个庆典活动 这个时候 一位女生来到康敏的身边 对她说 你看了一下这周围 只有你一个人太闪亮了 请问你有所属公司吗 这位女生是 Platys的所属公司 Jellyfish的信探 在康敏回答说没有公司之后 星探就给了她名片 让她回家一定要给自己联络 拿下眼睛就变得特别闪亮 真的是男版的女生降临 就这样康敏以PetitBetit的颜值Mangnet出道了 第四 Oh my girl UR 学生时期的UR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被各年龄段的男生们跟踪骚扰过 甚至也有男生想要强迫UR上自己的车 也有男生在UR的耳边说很多下流的话 后就直接走过去 这个时候UR自己突然觉得 如果自己变成有名的人的话 那些男生应该就很难对自己做出那些行为 所以就开始有了进入演艺圈的梦想 而一开始UR本来是想要成为一名舞蹈家 但是最终在所属公司寻找Omega主舞的过程中 被星探发掘以Omega的成员出道了 中学二年级的S Coups 每天放学都会留在学校练习踢足球 有一天实在是不想练习 就避开缠着要一起踢足球的朋友们翻学校后门大墙的时候 被刚好经过那个地方的星探给发现 星探问了S Coups有没有经纪公司 因为当时S Coups对演艺圈没有兴趣 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叫所属公司 就回答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结果星探就递给S Coups名片后对他说 明天五点之前能来这里吗 稀里糊涂点点头的S Coups回到家后 对爸爸说了今天被星探发掘的事情 但是爸爸却回应 星探怎么可能来到大邱来发掘你呢 S Coups觉得爸爸的话很有道理 第二天放学后 在游戏厅打电动的S Coups接到了一桶电话 不是说好五点之前会来吗 怎么还没到 接到电话的S Coups因为觉得是诈骗就没有想要过去 但是在旁边一起打电动的朋友却跟他说 反正时间多我陪你一起去看看 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去了试镜场所 虽然是迟到了 但是S Coups以Poker一次通过了试镜 进入了Predis以Seventeen的队长出道了 第六 卡7 JB 小时候梦想成为一名PBOY的JB 从中学二年级开始就在专门的PBOY队开始活动了 有一天在参加一个PBOY大赛的时候 CieB在厕所被JYP的心态发掘了 之后CieB与父母亲商量后参加了JYP的征选赛 在现场与当天第一次见面的另外一位参赛者 启娘组成了一个队 而这两个人在有1万多人参加的征选赛中 拿下了包括Pak姊娘本人的全票一位进入了JYP 最终以卡7出道了 第七 Axel Ceyhun 小学六年级的Ceyhun 跟朋友在学校门口吃辣炒年糕的时候 被SM的心态发掘了 因为Ceyhun的父母亲从小就对Ceyhun说过 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接近你的话就要马上逃跑 所以以为SM心态门是坏人的Ceyhun 就马上尽全力的逃跑 但是SM的心态门也不甘示弱 开始追了Ceyhun三十多分钟后 终于要到了Ceyhun母亲的电话 就这样Ceyhun最终以AXO的Maknet成功出道了 第八 NCT前面 前面小时候跟妈妈去做志工服务的时候 突然有位女性来到她身边跟她说话 因为跟Ceyhun一样 Ceyhun也是从小就收到了父母亲的教导 绝对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 所以当那位女性来搭话的时候 Ceyhun就赶紧跑到了母亲身边 之后母亲了解到这位女性是SM的心态后 就让简明参加了试镜 简明最终以NCT的成员出道了 第九 下一人米诺 有一天SM的三位心态在滑雪场看到了 与亲哥哥一起吃辣少年糕的米诺 就向前给她了名片 握了她电话号码 因为当时米诺没有手机 所以就告诉了母亲的电话 而因为当时新闻上出现过很多心态诈骗事件 所以米诺的母亲就觉得是诈骗 把名片给撕掉了 但是SM娱乐的新态们也不甘示弱 一直给母亲打电话 也来到学校找米诺 最后被新态们的真心打动的米诺母亲 就允许了儿子的试镜 米诺最终以侠义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总结一下就是 有爱毒梦想的人绝对别忘了 要常常吃辣丑年糕 看到陌生人就要逃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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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